当你老了,意大利能给你什么? 我们生活在权威旅行指南所称的,地球人一生当中必去的地方意大利。 它美丽、灿烂,处处是美食、美酒,是一个四季人见仁爱,但这里也是地球上税收最高的国度之一。 当你老了,意大利能给你什么? 10月28日,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举行部长会议,终于确定2022年预算法案中最难啃的骨头、共鸣基本收入和养老金方案。 这两项也是近来一直争执不休的话题,很简单,谁也不愿国家的扶贫投入,编维成养懒人甚至养蛀虫,谁都想早退休多拿钱。 现在德拉吉的解决方案终于出炉,公民基本收入自诞生那一刻起,就遭到中右翼党派的强烈反对。 目前,这一补贴月均590欧元左右,最高的不超过780欧元,所有领取人至少可能18个月的补助,在三次拒绝工作机会后暂停补助。 经过修正,意大利将收紧领取资格并对领取时间进行限制。 具体而言,领取前的审查将更延,领取后也会有所监控,具有自主工作能力的人。 第四六个月的补助降低,从第六个月中止发放补助第二次拒绝工作机会后取消,类似失业救济金的规则。 根据估算,经过修正,公民基本收入会逐步减少至每月300欧元,失业津贴预计每月也将减少3%,不过,这些规定不包括残疾人、未成年人和老人。 方案出台后,人们拍手称快。 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少一些假穷人挖社会墙角,对民众都有好处。 另一个焦点便是能否提前退休。 退休金会有怎样的变化? 德拉基的改革方案为,从2022年开始,38年工龄加64岁退休,等于102方案除有一年的过渡期外,政府还将新设立一个基金。 所谓38年工龄,就是累计报工要达到38年。 无论如何,这比67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更具吸引力。 意大利工会表示,很多国家的退休年龄介于62岁至64岁。 唯独意大利达到67岁的高龄,有的人工作了一辈子,还没开始拿退休金,就已提前去上帝纳尔报到了,所以应当允许人们提前退休。 当然,要让每个人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恐怕很难,但改革本身就充满难度。 德拉基表示,政府还将对养老金进行持续改革,从而确保更高的灵活性,受限于宇居意大利的时间和做工的稳定性,多数移民累计报工很难达到30年以上。 那么,老了该怎么办?根据现行规定,累计报工至少满20年,就能在法定退休年龄拿到部分养老金。 养老金是政府预算中一笔庞大的开支。 工会称,不妨从每年1100亿欧元的逃税中挖掘资源,或从那些跨国公司身上想办法在这种风向下,意味着查黑工,查逃税将会越来越紧。 请借友们且行且谨慎。 意大利新冠快速检测的费用或将降至5欧元,并将延长药房营业时间。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经过一开始全民健康码后,除了一些暴力冲突和抗意外,原本预测的药房检测压力并没有表现瘫痪,也没有对办公室。 公司和服务运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10月15日通过快速检测,发放健康码数量为65.3万张,10月18日发放健康码的数量为91.4万张,创历史新高。 不过也有不少药房,因为检测而排起了长队,影响到了交通运输,连警察也不得不进行干涉。 例如都林一家药店门口,排起了约100人的长队,不过即便这样,整个意大利的检测系统也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加入快速检测计划的药店日益增多,为满足所有希望获得健康码的公民对快速检测的需求。 药房需要延长营业时间或者是增加营业日期,以便减少排队带来的风险。 例如皮埃蒙特的多家药店,决定在周六和周日继续营业,并且从10月23日起。 该地区降向刚刚接种疫苗后需要参加活动的人提供免费的新冠快速检测,因为接种疫苗后仍有15天的空白期,是无法获得健康码的。 这将鼓励人民加入接种疫苗的计划,将影响到当地约30万人。 然后新冠快速检测的费用也将继续下降,现如今是未成年人8欧元,以及其余所有成年人15欧元的价格。 在Plauzoma丹玛劳工委员会的参议员向参议院提交的,关于建立进入工作场所的健康码的法令提出的修正案中,提议将所有工人的测试费用降低至5欧元。 现在每天检测的数量是那么的庞大,变成一部分人正常生活的刚需。 正如华人街小编在前几天带各位街友计算过,从10月15日至2月31日的快速检测费用,在正常的48小时循环测试的话,这个期间的费用在500欧元上下。 对于普通工人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小费用,降低至5欧元的话,至少能够减少三分之一的费用。 德尔塔变体直接导致对接种Johnson疫苗的人进行加强针的接种。 惠瑞已证明对严重感染和致死的新冠病毒有95%的有效率。 Moderna也证明了这一点。 Johnson对入院或死亡的保护要低得多为67%,那当时为什么同意使用呢? 因为开始接种时,最好的疫苗就是有的疫苗,当时没有足够的惠瑞或Moderna疫苗来为所有人接种。 然而,德尔塔病毒改变了一切,67%的保护率在新冠病毒的变异体来说是不足够的。 因为这种病毒更容易传播,并且能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这是公共卫生委员会周二批准对近200万已经接种Johnson疫苗的人进行第二剂疫苗接种的主要原因。 从11月15日开始,他们将接种第二剂疫苗Moderna或辉瑞。 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并不感到惊讶。 西班牙免疫学会主席马克斯·洛佩斯·霍约斯说,使用单剂量的载体疫苗,一种使用减弱的病毒产生对另一种病毒的免疫反应的疫苗, 在应对德尔塔变体时,功效将大大降低。 建议加强,因为当接种疫苗的人被感染时,保护性下降会伴随着症状。